一切法皆是同体 在心体上云是一个 若领会德放置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句话 《大乘经论》里面说的很多很多 一般同修也都能记得 也都能说得出 但是他真正的意思很深 心是本体 是能边 佛众生是现象 是所变 能边是一个 所变的纵然再多 都是从一个能边里面生出来的 所以他同体 同一个心 那么这个地方讲的众生 意思很广 不能搞错了 众生是九法界的众生 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佛圆满觉悟的人 九法界众生都是迷 没有完成觉悟 菩萨 菩萨比我们是觉悟 比佛他就迷了 他就没有觉悟了 九法界都教众生 四地讲的众生 除佛之外 统统包括这些众 不但九法界 有情包括这些众 无情的众生也包括这些众 无情就是我们讲的 易报的环境 纠结有情众生 他的生活环境 佛法里面叫无情 我们现在的名词叫植物 矿物 这是无情的 动物是有情的 我们现在这样的分法 这些都是众生 众缘合合而生起的现象 全是从自性里面 变现出来的 所以同体 这就说明了 是法界易正庄严 同一个本体 所以这三样没有差别 一二三 三二一 譬如 一金做七 七七皆金 我们用黄金 我们用黄金 做体 我们用同样一个黄金 造这个十法界 我们把它造一个佛像 造一个菩萨像 造一个罗汉像 乃至于做一个小狗小猫 做个出生香 金的成分一样 重量一样 价值也一样 哪有差别 没有差别 不能说 这个佛像就特别贵一点 那个小狗小猫就便宜一点 没那回事 成色一样 重量一样 价钱相等 那不可能因为 你这个佛像价钱高一点 没这个道理 三案无差 从这个比喻当中 诸位细细去体会 体用不二 性相一如 这些话 跟这个幸福众生三无差别 意思完全相同 所以佛说 佛说法 许许多多这些话 可以来来互相来解释 这个样子 它的意思 你才真正能够明了 才能够体会到 佛用这种方法来说 它的妙处 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 怎么说都行 性相一如 行 体用不二 也行 三无差别 也行 怎么说都行 不要执着言语 不要执着名词 这就对了 所以 一切方式 无非是叫我们 立分别立之主 否则的话 讲一个名词就好了 何必讲那么多 它有它的用意在 这些都是《金刚经》里面 重要的宗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